7月27日,李灿森,周比畅,陈冠希都带着自己的潮牌来到上海参加某杂志主办的潮流盛典 作为较早投身到潮流事业中的陈冠希在现场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作为东道主,自己更是按捺不住地主动跑到台上 一会儿充当起了翻译,一会儿又做起了记者提问 最后还在台上旁若无人地玩起了手机,自己忙得不亦乐乎 而在台下,陈冠希除了静静地观看之外,也难得放下架子亲切地和路人合影 而作为新进潮牌主力人,周比畅却是要谦虚谨慎得多 这一年来,比比忙着演唱会新专辑的工作,却也疏忽了自己的生意 他们也会有埋怨说,机会比较少 确实,因为自己也是做专辑演唱会这些东西 因为都是自己做,所以投入的经验都会比较大兴奋 然后还是希望两边有照顾到 还是自己有时间的话,也会顾到我自己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